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在几百年前科学方法出现在地球上时 新的科学家倾向于屏蔽一切与精神和灵性相关的领域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与宗教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而倾向于用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方法 来观察和研究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世界 但是 忽视身体并回避它的概念 看起来与科学方法相反 在我看来 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我确实认为 我们的身体是对我们是谁的表达和反应 就像我们用镜头看见3D地球存在于这里一样 身体遵循DNA指纹 这是纯粹记忆的水晶表达 也是在精神方面形成一组概念和附件的过程的第一步 将它们带入一个更稠密 更坚实的存在领域 因此 DNA也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中 一个非常浓缩和编码的表达 我们在精神层面是谁 并从那边的细胞开始显化我们的身体 尽可能最好的反应我们真正感受到的 代表我们的东西 然后 正如我所看到和理解的那样 没有物质世界 因为它只是一种幻觉 基于我们的身体 可以给予我们的有限范围的感知 目的是给我们一种体验 只有一个以太王国 我们选择从那里看到和体验一小部分 我们能看到多少取决于我们灵性进化的水平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就越能接受一切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越能让一切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就越能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 因此 随着我们的进步 我们整合起来 并拥有处理越来越多数据的能力 这将使我们能够感知到所谓的更高密度的存在 然后 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不仅是灵魂 而且是其他所有人 其他一切 存在的一切 也是我们自己 这扩大了我们所接受的真实身份 爱是对我们所爱的一切的接受和整合 是我们是谁的一部分 你拥有的爱的能力越大 你可以达到的体验的密度就越高 存在的一切 从你脑海中的一个简单概念到人和物 都是你 因为是你基于个人经历的独特视角 让你解释你周围的一切 所以你是那个定义外部世界的人 而不是反过来 你正在对视能场进行解码 并赋予其中的一切对你独一无二的意义 同时 其他人可能会有相同的解释 进而形成集体感知协议 但基于对你个人的定义 你永远会有自己的理解 灵魂不是物体 严格地说 它甚至不是一种能量 这是一组更大的意识所珍视的概念 复建和想法 它是在无限的意识之源中 我们可以称它为原始之源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范围 我们是上帝头脑中的一组思想和概念 上帝对这些想法和概念产生了依恋 我以修辞的方式使用上帝这个词 没有宗教意图或意义 一切都是本源意识的一部分 好的和坏的 我们不想要的和我们想要的 万物都将我们定义为具有独特观点的个体灵魂 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我们所处的是能场 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及我们从哪里形成我们的想法 或我们对所谓的存在的物质领域的解释 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另一种观念 我们之所以把它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境界来体验 只是因为我们持有维持这种幻觉的感知协议 而我们持有这些协议的唯一原因是 只有当我们处于物质身份的内部时 我们才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固体物质 没有肉体 我们立即失去了那些感知协议和它们的框架 所以我们扩展到记住我们真正是谁 我们一直是谁 没有死亡 只有对永恒的你的认识 你一直是谁 我们以前曾多次生活和死亡 因为这不是我们经历的唯一物质生活 死亡是从实验的角度来看 对将死之人的离开的一种预期 不要害怕你的个人死亡 因为它只是让你痛苦、恐惧 死亡是一种没有牙齿的掠食者 只是另一种幻觉 当你失去时 你只是回到你真正的自己 你不会失去你的概念和对身份的感知 你只是带着极大的解脱回到家 所有在你之前失去的你所爱的人 也没有被摧毁 你还会再见到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离开 他们不能离开你 因为他们也是你 因为你爱他们 他们的身份和你的身份之间的分离 只是虚幻的 而且还在精神方面继续存在 我们都是更大的源头意识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真的不能彼此分开 人类越快意识到这一点 它就会越和平 因为它所有的麻烦和分裂 都是分离幻觉的结果 以及它们对目前的物质生活 就是一切的幻觉的结果 人类的问题可以被定义为 没有物质就是一切的幻觉造成的 因此创造了一种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存在 这将不可避免的滋生自我中心主义 贪婪和分离的经历 它孕育了一种极端形式的二元性 你的身体是你以前的想法 概念和依恋的一种表达 呈现在一个虚幻的物质世界中 你不仅是一个身体 你的身体也是你自己 所以不要忽视它 热爱它 尊重它 照顾它的需求 并与它对话 不要用极客的快乐 和以多巴胺为基础的临时奖励 来换取身体健康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照顾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否则 那样你不能照顾别人的需要 如果你在自己的每个方面都不好 在健康和精神上都不好 你就不能帮助别人 开始照顾你的身体 和你自己永远不会太晚 所有的身体都是美丽的 都值得你的尊重和关怀 照顾好你们自己 美丽的灵魂们 下次见 玛丽 斯瓦鲁